108年台中市长辈全国木球锦标赛一连三天在风圆体育场举行 这天举办长青组比赛风圆元气学堂率领19位学员参赛 由于他们都超过75岁 因此主办单位特别开设长老组 让他们竞赛希望鼓励他们走出户外享受运动乐趣 拿着推杆看准目标敲击 108年台中市长辈全国木球锦标赛 一连三天在风圆体育场登场 今天比赛的选手来自风圆元气学堂 一位这19位选手平均都75岁以上 因此主办单位特别增设长老组让他们竞赛 那原则上我们的主别是长青是65岁到75岁 那他们都是在75岁以上 所以我们增设了一个叫长老组 那我们主要的目的是让他们透过他们 这个运动能够让他们能够促进他们彼此之间的交易 风圆元气学堂表示 这些社区老大人平常都在学堂上课联谊 这一次帮他们报名比赛都相当开心 不仅平日都会自主练习 还会互相讨论技巧 整个人都充满活力 要保护吗 你要拿着准 要放得紧 你要打得好事 这都会练出来 很高兴 很高兴 来拍招很高兴 虽然有点弱 但是没落过 没落过 鼓励长辈走出户外 透过运动来联络感情 在他们眼中 得奖名次不是重点 而是能在过程当中享受运动 带来的乐趣 借李静雅台中采访报导 就好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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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